聽你的口問,你覺得今天港股又未必需要看得太淡? 沒錯,再重複說一次 我們看到這一秒,恆生指數跌到幾點 即是在期貨的角度 而第二,大家不要忘記昨天,不要看道指 就是納指跌到比較差劣 你見到Tesla跌到這麼快 其實如果一般港股在今年或者很多年 整個針你都是升值不跟外圍那邊 就是將別人的弱勢成一點幾倍甚至兩倍 即是港股一向都是這麼壞地走的 如果是港股老實說,根據昨天的納指這麼差 或者是今天的通脹恐懼的預期之下 其實坦白說它不給你面子 它隨時可以恆子跌四百點,你都內外不破 而且恆子現在由低位,高低位反彈了 是最近那一刻去到差不多九百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,它累積了升值 它要打你下來,其實是完全不需要給面子 但你見到即使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現在都是跌不到一百點而已 所以相對而言,這樣是叫做幸運 以及這樣已經叫做相對勤勢了